民進黨立委蘇巧惠前進新店辦活動 也被視為二零二六深藍芭莊 每天從頭髮黑黑頭髮多多的時候 一直努力到現在頭髮少少 大方的在臺上開啟玩笑 民進黨立委蘇巧惠展現 他和在地議員的好交情 而他離開自家選區 深入一向被視為藍營票倉的新店 舉辦親子活動 也被外界認為是為了二零二六 新北市長選戰預熱 從我就任新北市民進黨的主委以來 我們就主動出擊 我們也會在中和永和等等這樣的地方 希望能夠讓更多的市民朋友 重新認識 有更多的機會認識我們民進黨 蘇巧惠的動作頻頻引發外界聯想 而民進黨秘書長林又昌 也被視為能替民進黨征戰 新北的有力人選 他則是到基隆申援拆量行動 共民黨的腦袋 血管的腦袋裡面想的都是權位 他想的怎麼樣做政治上的操作 能夠去保他市長的位置 年又昌上個禮拜 現身基隆福德公餐箱 排到仁愛市場吃美食 一路上人氣超夯 不過提到新北市長選舉 根據最新的民調顯示 市民最支持的其實是國民黨籍的 台北市副市長李四川 他在二十五號特別跨縣市 替基隆市長謝國良站台 李副市長是個很認真的公務員 謝市長其實正應該學學李副市長 我會跟川北唱一首歌 隨著新北市長侯友宜任期屆滿 新北市即將改朝換代 各黨派開始悄悄布局